走 我体内阵云在消散 还如此之快 难道这劫 真的过不去了 不准备了 凶险入名大法 许将最凶险之星象 引入自己的命格 可助人于险境中 功力大赃 但此法一旦启动 定见阳寿不受 烧又不慎 还有真缘破散 神魂消弥之险 agony 过不得凶险不凶险 小爺 无 frås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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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晨 若晨 你刚才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我以为你又死了 若晨 我没事 你放心吧 只是刚才被你撞得不轻 若晨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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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 啊 来 若晨 若晨 你没事吧 没事 都流血了 这个是黄蛇的血 还挺臭的 没事吧 没事 景霄真人 我奉圣上之命前来好方 就是为了取这神州气韵图 如今你西玄派既已拿到 还请归还 由我转交圣上 神州气韵图在黄蛇出世就 就被人夺走 我西玄派也并没有拿到 景霄真人 还是听老夫一劝 只要你拿出气韵图 我们便可以既往不救 还是请你不要执迷不悟 景霄真人 这神州气韵图 对提升修为并无用 可对本朝的兴衰 那可是息息相关哪 西玄派一向是以 护佑苍生为己任 你若交还此图 那也是造福百姓啊 你信也罢 不信也罢 总之这宝物 确实不在我们手中 好 好好好 既然你们执迷不悟 那可就不要怪我 替天行道 主持正义了 瞧你们这迫不及待的嘴脸 还什么替天行道 多红的脸皮 还有你 和尚 你血口派人 夫人 那神州气韵图 到底关系到什么 我西玄派知道 各位也心知肚明 若臣提出 将黄蛇封印在出事前的办法时 各位就阳奉阴违 不肯出手 原来就是等着黄蛇出事后 趁火打劫 夺取宝物 甚至宝物不在 又搬出冠冕堂皇的说辞 撇清自己